我可以猜测这两段视频只是全部视频的很小一部分 我想可能还有更多的信息没有公开披露 从目前的情况来分析 王明清他可能是无意中卷入了高层的利益争夺 他无论判哪一家营他都有巨大的风险 很可能其他的官员都回避这类案件 所以还落在了他的头上这个案子 在这个视频当中 王明清主要想告诉外界 这个案件离奇失踪 而且最高院的多个领导 其中包括周强都不恰当的介入过这个大案 而王明清他本人并没有按照领导人的意志做出判决 案件丢失实际上就意味着隐藏和销毁关键证据 销毁这些证据 可以想象这些证据一定对某个重要人物非常的不利 而王明清本人就是最重要的知情人和证人 他当然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